位于千象市的边境县烤肉酒吧当时十分拥挤 有人致电911报告有人开枪杀人后 警察随后赶到了酒吧 文图拉县警察局星期四宣布 他们已经辨认出涉嫌枪手名叫伊恩但为朗 今年28岁是当地居民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科尔纳普当时正处酒吧内 我正与朋友在一起 看见这名枪手走了进来 他走向了吧台 好像要出示身份证或者把钱放在吧台上 我只是用余光看到了这些 然后听到了一声枪响 我朝他望去 看见他拿着一支手枪 继续朝吧台的女招待射击 罗恩赫勒斯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官 他立即冲进了酒吧被子弹击中随后死亡 文图拉县警长杰夫迪安对记者表示 赫勒斯表现十分英勇 而且在中弹时依然遵守警察局规章 他说这些规章是1999年 克罗拉多州克伦拜恩高中 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制定的 克伦拜恩枪击事件发生后 我们接触射击枪手的方法彻底改变了 我们不再等待包围并派出特警小组 而是现场警员要立即接触 并试图阻止枪手 停止枪杀 赫勒斯警员当时正是这样做的 迪安警长说警察冲入酒吧间 发现嫌疑人已经死亡 他们相信枪手是自杀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